我感觉那个女孩就像一个真正的公主那样 美丽大方 真没想到一个公主就这样来到了我们的身边 这真是太神奇了 这是天意 看来我们儿子在外三年寻找公主的行为感动了上帝 上帝就送了个公主过来 但现在还不能确定她就是真正的公主 这简单 我们试试她 好吧 那就让我们试试看 大臣 那位公主去哪里了 回禀王后 请恕我私下决定 我让她住进为真正公主准备的房间里去了 好吧 快带我们去看看 请进 您好 王后 希望您别介意 我从衣柜里拿了些衣服换上 看 我说这个女孩是真正的公主吧 举止都很文雅 嗯 她看上去和真正的公主没有什么两样 就不知道儿子喜不喜欢 她现在把自己锁在房间里谁都不让进 她真的应该来看看 只要看一眼 她就会喜欢上她 我现在应该把她从房间里拉出来 孩子快出来 来了个十分漂亮的公主 快出来看看 我不介意 我不介意 你们每次安排的公主都是在浪费时间 可是孩子 这次的公主 我如果能保证是真正的公主呢 而且是有特别之处的公主 是吗 怎么能确定呢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测试考察出来 对 测试 测试 什么测试 这是秘密 很简单 但没有什么关系 你们随便吧 反正我没做出任何承诺 好了 亲爱的 变了这么多 应该够了 哎呀 二十层床垫 再加上二十床压绒被 我说够了 床垫是不是有点高了 像您这金枝玉叶 像您这娇嫩的皮肤 二十床床垫不算多 一位真正的公主 应该垫得更多 您说是不是 好吧 我父亲也经常这么说 孩子快上去吧 这颗小豌豆 今晚将其决定作用 你们在做什么 哦 没什么 希望你做个好梦 晚安 孩子 希望他能通过这个测试 我的孩子 我躺在上面 忽然有种运船的感觉 拜托 希望明天 不要睡那么高的床垫 孩子 早上好 昨晚睡得好吗 说真的 不太好 我差不多整夜都没有合上眼 我就知道你一定感觉到二十层床垫 二十层羽绒被下面的那颗小豌豆了 只有真正的公主 才能感觉到那颗小豌豆 我说怎么有东西割着我 我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 浑身不舒服 哦 听到了没有 哦 听到了没有 他说他浑身被割得青一块紫一块的 除了真正的公主以外 任何人都不会有这么嫩的皮肤的 嗯 太棒了 他通过了我们的测试 我通过了 快让他见见我们的儿子 我给他找了一个真正的公主 我给他找了一个真正的公主 下面有请公主 王子 爸爸 你能确定她是真正的公主吗 儿子 她是唯一一个通过测试的公主 爸爸 这个测试不会是为了我结婚安排的特别简单吧 相信我吧 儿子 他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呀 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测试 我现在知道的只是王子是一个被惯坏的小孩 是不是被惯坏的小孩 只要了解一下才知道 不过今天我真的遇到了我梦中的女孩 这个王子看上去还不错 听说他为了自己的真爱在外面寻找了三年 好感人呀 人家是王子总会被有点惯坏的情况 我身为一个公主应该大度地原谅他 公主 可以邀请您跳一支舞吗 好吧 太好了 我们皇室终于后继有人了 看样子 一场皇家婚礼 势在必行啊 真是太好了 我太高兴了 真要感谢这颗小豌豆 我说王后 要是他没能通过测试 你会怎么办 怎么会呢 如果不能通过 我会依次减少床垫 直到他通过测试为止 王子终于找到他心中的公主 那个有着特别之处的公主 他自此有了一个新的名字 豌豆公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